一般來說保留黨職 然後其他的沒有什麼動 辭掉了 當然是自己也應該要辭掉了 那被免職就難看了嘛 那自己辭掉是比較留下顏面 可是還留下黨職保留這個同志 其實道理很簡單 就是沒有違法的事情 沒有涉及法律 沒有涉及刑事案 沒有涉及叛國罪 所以之前的那些傳說 都是不正確的 所以沒有叛黨沒有叛國 對 沒有叛黨沒有叛國 沒有出賣這個情報資料 因為當時還有人說 他有把這個胡建軍的情報資料 那麼轉給美國等等的這些事情 所以這些很明顯的 都是潮污實證 那也拍板定案了 但是這個免去了 就辭掉了中央委員 中央委員其實是蠻重要的 一個角色一個頭銜 是很重要的 然後外交部長也沒了嘛 那這個我們一般的推測 還是推測 可能是私生活上出了嚴重的瑕疵 那中國大陸對於官員的要求 當然是有一定的標準 那你一旦被查到了 那你就只好自己認 民進黨這個部分裡面 就很寬鬆了 即使被查到了也沒關係 然後被曝光了也沒關係 他也可以說他是王八千嘛 大家都知道嘛 因為民進黨他們本身的 這些道德標準其實就很低 可是不要忘了 在過去蔣經國時代 蔣經國時代 對於國民黨的 從政黨員的標準 還有官員的要求 也是高的 也都很高 品德要求都很高 所以這是過去為什麼 國民黨的官員 只要你有涉及 這些婚外情 或者是私生活的問題的話 一旦被查到 基本上 那麼政務官都要下台的 我們很少看到有被留下來的 包括我還記得以前有一位經濟部長 好像跟廠商吃飯 不是在公務時間 那麼就下台一舉空 這個就是蔣經國對官員的要求 可是你看 後來你看民進黨的那些官 怎麼吃花酒都沒事 不一樣啊 那大陸目前來講 他們對官員的要求 只要被查到 那當然基本上就要處分 因為這一次199位 中央委員 165位 這個候補中央委員 他們都到場了 經過四天的討論 決議也已經出來 所以會議進行了很順利 然後對於整個決議文 這個改革的草案 那麼都有表達了很多意見 我相信有很多的一些地方 有一些看法 那麼有些刪改等等的 那最終這個案子已經完全定了 我覺得總目標已經出來了 就是2035年 這個總目標很明白 這個總目標就是全面建成 中國式的現代化 那麼打下初步的基礎 對 它裡面提到 要建設很文化強國 還有美麗的中國 是 美麗的中國 那也就是說你的整個環境 城市的治理 鄉村的治理 要跟自然的環境 都要結合在一起 然後每個地方都要講究 這個質量都要拉高 不能夠再用出質量的東西 例如說包括你吃的食品 也要是高質量的了 那麼你用的衣服 用的家電 用的家具 都要把它提升 然後你以現有的基礎 例如說假設你大型城市 例如說一線的城市 再往上提升 二線的城市就提升到 一線城市的水平 就這樣子一步一步都在提升中 我覺得這個在大陸來說 把這個目標已經定得很清楚 那接著就是執行的戰略跟方案 那執行的戰略跟方案 那也定出他們的指導原則 那麼這個指導原則 講得很明白 就是用科學方法論貫穿一切 科學方法論意思也就是說 一切講究科學 不能夠迷信這種人定勝天 這種行人的意志 可以決定一切 而且不能搞迷信 而且基本上來講 就是要符合科學的規律 然後核心就是以生產力為主 這還是回到馬克思主義的基本思想 馬克思主義的基本思想 就是生產力為核心 那生產力這一次提升 提出來的就是薪質生產力 中國大陸的薪質生產力 它要把它用在方方面面 我只舉一個簡單例子 我們常常看到屠宰業 屠宰業它是要完全 如果說要用薪質生產力的話 那它的整個生產的過程中 就是必須要盡量用自動化的方式來生產 然後最好是一條邊的 一條籠的一個方式 例如說從牛羊送進來 一直到窄沙放血清洗消毒封裝 然後到最後冷凍包裝成香 移降出去 就在一個廠房裡面做出來 那這些就是薪質生產力的一個表示 不管農業各方面 他們都要往這個方向走 目標幾年 11年完成 所以它 然後在科學這個部分 被卡脖子的六大領域 全部都要公關 要突破完成 我覺得在他們 這一次要為了要召開 這一次的三中全會 真的是卯足全力了 所以動員了很多的科學家 很多的院士 很多的企業家 都進來表達他們的意見 然後擬距全國的這些精英 政治 社會 經濟 科技等 所有的精英 擬距完了以後 訂出來的這個決議文 這一次的這個決議 我覺得是很重要的 一個歷史性的綱領 很快的 因為現在美國的商會 已經跟中國大陸 在開座談會的時候 要求要看文本了 因為他們也要研究 為什麼大家都知道 跟著政策走 就絕對沒有錯 這是大部分的商人 都知道的事情 這個最主要就是因為 中國的游泳 那麼突飛猛進 進步的速度非常快 在過去有很長的一段時間 美國在游泳這個部分 就是我們常講說 美國有幾個蛙人 九項 七項 金牌的 這種都帶有人在 但是這個紀錄 正在被中國大陸打破了 美國都一直是 受到中國大陸的什麼 挑戰嗎 特別是游泳這幾年 中國的進步的速度 非常快 進步太快了 進步的速度很快以後 這個對美國人來講的話 他們覺得不可思議 然後當他們輸了以後 他們就認為說 你有用興奮劑 然後就每天就指控 然後 那中國大陸為了要自清 就是不可能的事情吧 那當然就讓你檢查 可是我覺得 美國的做法已經超過了 所以您剛提到的奧委會 他的講話 已經講得很明白 而且很露骨了 他完全不能接受 這不是中國的奧委會 是國際的奧委會 對 而且他是檢查 興奮劑的一個主席 他講得非常明白 對 他對於美國的 這樣的一種 躍權的行為 他已經完全不能接受 他已經直接的警告美國 如果你不改正 你再繼續這樣做 你下一屆的洛杉磯 應該是就已經在洛杉磯 就下一屆是在美國辦嘛 那就不用辦了 我們就會取消你的資格 他這個等於是直接 已經直接警告美國 你在這樣胡搞瞎搞 然後這樣子針對中國 的歧視性的行為 沒有人能夠接受 我覺得美國的做法 美國這個國家很特別 輸了以後就耍賴 輸了以後呢 就一直想方設法 然後去找你麻煩 我覺得這個國家 見不得別人好 而且這個國家沒有大器 雖然國家大 那麼個子也不矮 國家大個子也不矮 但是呢心胸心眼 像這麼小一個 實在是丟臉啦 我覺得美國人 不要這麼丟臉 弄到全世界都看不下去 弄到國際奧委會的 興奮劑的主席 看不下去了 跳出來直接罵你 而且直接警告你 你這樣這樣搞下去 你不要犯奧運了 大家都知道 他們其實是一言再言 本來說去年 後來又說今年 結果說到2025 那現在直接告訴你說 這個探月計畫 現在呢不得不取消 來請教賴老師 為什麼 這沒有辦法的是 因為美國以前富有 你一個大計畫 這個做不好了 就丟掉 再來弄一個新的計畫 他們以前富有的時候 可以這樣做 那個時候我在巴黎大學讀書 我們的老師就很羨慕 因為我們都是做科技的 那他們就很羨慕 美國有這個本事 有這個財力 可是現在美國已經沒有那麼富有 雖然他們的政府的預算 越來越龐大 軍方的預算越來越大 可是他們的開支越來越多 對 所以他們可以用在研發的經費 的比重越來越小了 而且他們一直在追加預算 對 因為發現錢不夠 所以他們的預算一直增加 然後品質越來越低效率 剛剛鄭英雄所說的 他們的政府的效能 積極越低 然後這些科學家的年齡 越來越大 那麼心血一直沒有補上去 他們的平均年齡已經到55歲了 太老了 他們真的應該要有很多心血 一直補進去 那我覺得美國 他們現在已經面臨了一個 一個鈍化老化的一個現象 月球車 中國大陸已經上去幾輛了 嫦娥啦 玉兔啦 都上去了 結果現在美國一部夜球車剛剛上去 然後就降落的姿勢不好看 結果就失去功能了 然後現在第二步又出問題了 那你夜球車都沒上去 你還想登陸夜球 我覺得美國大話講的很多 但是現在真的已經不行 能力做不到就做不到 你要認 那這樣子的話是怎麼樣 要用走的嗎 就沉入我們的標題嗎 你怎麼要有人把它載上去 他才能走啊 開玩笑 所以要放棄了 不要去月球了 去別的地方了 只能這樣了 那月球的研發成果 那就要靠中國大陸了 沒有他們月球還是會想方設法登月了 但是能不能比中國還早 我覺得之前話都吹太大了 可是中國大陸是基本上是一步一步走 而且定的是2030年 那美國本來2023 後來2025 2066 26 現在2026看起來也不可能 不行啊 所以就請消 那就一直往後延 最後很有可能是中國先登月 美國是之後的事了 大家都說我變漂亮了 其實是氣色好 肌膚保濕做得好 氣色自然漂亮 我選擇KS皇家呵護 蘆薈保濕舒緩凝膠 因為它用國際蘆薈協會認證 高品質的酷拉索蘆薈 還有大量的黏脫糖體 類似於玻尿酸 可以幫助鎖住皮膚水分 讓肌膚長時間保持水嫩 還運用TTS技術增強蘆薈的生物活性 修護舒緩日曬後的各種不適 KS皇家呵護 蘆薈保濕舒緩凝膠 幫助您隨時擁有水潤肌好氣色 呵護您呵護全家人 專屬你的KS Rule Your Care